20年11月14日,港媒传出了一条让人震惊的消息,马云的私交好友,人称钱多多的亿万富豪前锋雷,和他同行的好友,在香港湾仔巷,湾到一号皇城会门口,遭三名男子持刀砍伤,前锋雷大腿中刀,另一人伤势严重,好在及时送医,两人都未有生命危险。 事后,前锋雷就在社交平台发声,表示自己愿意出一千万港帝,协助警方缉纳凶手,只要有人能提供可靠的消息或者证据,那么就可以按照比例拿到不同的金额,甚至连向华强和崩亚居两位大佬也出来放话,为前锋雷下达江湖追查令,为其搜寻一切线索,是要将歹徒和幕后主使者绳之以法。 那么问题来了,前锋雷究竟是谁,他为什么能惊动这么多大佬,又为什么会在当下的法治社会遭人报复呢? 首先根据资料显示,当时前锋雷在皇朝会与朋友们商议蚂蚁集团在香港上市的事,商量完,刚走到大门口就被砍了。 而蚂蚁的上市计划,我们后来也清楚了,上市前被有关部门叫停,直到现在都没有其他的动静,前锋雷就是蚂蚁最早一批的股东之一。 根据媒体统计,他个人通过上海仪间接持有的蚂蚁股份,已经高达2.4亿元,如果蚂蚁成功上市,这些钱会翻几倍,就不是我们普通人能想象得到的。 这么有钱的前锋雷究竟是得罪了谁呢? 其实在2007年之前,基本上没有人听过这号人物,但是07年之后,前锋雷的名字就出现在各大富豪圈。 王妃李亚鹏举办的第四届燕然天使基金慈善晚宴上,一个人以2000万拍着一块和田玉玉观音,要知道,那玩意儿根本就不止2000万,毕竟这种慈善晚宴就是以竞拍的名义捐款,而这个人就是钱锋雷。 当然,这也不是前锋雷第一次在燕然基金会展露头角,之后他更是以3000万拍下一副油画,甚至连李亚鹏都戏称他为钱多多,紧接着网上一个网友晒出同学聚会合照,他表示自己的老同学给到场的每一个人都买了一部苹果5,那时候苹果5系列刚上市,最便宜的也要5000块,想必很多小伙伴对当初这个新闻还有点印象,毕竟谁不想要拥有这样的土豪同学呀。 没错,这个人也是钱锋雷,而真正让大众对他有点印象的还是13年浙江省遭遇台风后的募捐,当时于瑶兽受灾最严重,社会各界也都伸出了援手,钱锋雷也是其中之一,但他一出手就是1000万,当这样的慈善捐款,钱锋雷做的数不胜数,他和马云的关系也是扑朔迷离,马云称自己和钱锋雷并不熟,但他却以4220万港币买下了马云的第一副油画。 阿里在美国上市的时候,是钱锋雷亲自配同马云到华尔街敲钟,两人甚至还是邻居,当年钱锋雷以6.9亿购买的白家道七号屋,六年之后,马云以15亿买下了22号屋,与他做邻居。 这样的钱锋雷,让人产生浓厚的兴趣,他究竟是怎么发家的呢? 其实说起来,他和邦亚居的经历大致相同,一开始只是一个小商贩,后来阴差阳错从浙江到澳门做起了迭马仔,因为人机灵得到了何鸿燊的赏识,改了他环球厅的管理权,这也是他之后为自己公司取名环球国际的原因。 当迭马仔积累了不少钱后,内地街负商去澳门玩几把,也都会找他,其中就有盛雄能源公司的董事长林盛雄。 当时,林盛雄因为资金困难想要搏一搏回本,于是就找到前锋雷,毕竟迭马仔就是吃晚饭的。 前锋雷替林盛雄赢了四千万新币,这和人民币两亿多,但这笔钱对林盛雄来说,杯水车薪,他甚至怀疑前锋雷私吞了自己的钱, 于是就到处散播消息,称前锋雷偷马,别人也就算了,前锋雷自己明白偷马对迪马仔意味着什么。 若这个消息再传下去,无疑是断了他的财度,于是他赶往温州想和林盛雄和解。 没想到,林盛雄早就集结了一帮人绑架了前锋雷,威胁他补偿自己6.5亿人民币。 无奈之下,前锋雷只好答应,可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。 当林盛雄再次张口向前锋雷要2.5亿人民币后,前锋雷选择报警。 最终,林盛雄因为绑架勒索,被判刑10年6个月。 如果不是判决书上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,我真的不敢相信这种事会在现实中发生。 先不说绑架勒索了,就这几亿几亿的金钱数额,我怕是只有在上坟的时候见过,也难怪前锋雷会突然变得这么有钱。 而这次,他在香港被人砍伤,就有人怀疑是被寻仇,但即便前锋雷悬赏1000万,直到现在也没有抓到行凶之人。 反而是前锋雷变得越来越低调,并且在蚂蚁的股权也都转移给了自己的父亲。 而蚂蚁在上市失败后,阿里也接连遭遇罚款整改的危机,甚至连马云也备受牵连。 这些大佬今后会有什么动静,我们就不得而知了。